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年纪一年一年来比一年多 这样又是好像我们戏班里面 现在已经很少在练 年轻的时候每天都练 每天练都没有感觉到什么事情 你到了年纪一年一年多了 做起来又唱又打话 有时候很累 那个时代 我去学这个细班的时候 一天才一毛半 毛半钱 虽然工资是少 东西便宜 我几个孩子都是 都是我做戏班养大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班的班了 地方已经没有了 有时候要表演的地方 申请不准了 没有得做了 一年有的是百多天 有的几十天 老的已经老了 年轻的又没有人写了 这种就是 有时候我们想想 哎呀 这种文化好像是戒了尾声 要收场了 我都讲没办法了 有一天过一天 只是孩子全部大了 我们已经老了 做到我们不能做 就是收场了 是这样